所以事實上我也要求F聯盟 應該要召開專家的檢討會議 那另外下個禮拜一 我擔任招委 我也會安排有關於社會安全網 這整個制度現在的疏漏 我們應該要好好的來檢討 另外就是我也已經提出了法案 有關於這種非常凶殘的 導致兒童受虐致死的 這些加害者 其實我們現在的刑法 只有到五起徒刑 我認為應該要到死刑 而過去我擔任立委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提案 但很可惜在立法院裡面 這個民進黨立委其實是反對的 因為他們當時是支持 這個費死的運動 只有國民黨在關心政治 持續的在操弄政治 王玉銘長期以來 他是兒福聯盟的前執行長 也是現任的董事 請問這個事件被隱匿了這段時間 兒福聯盟在處理上的失靈 王玉銘你為什麼沒有在第一時間 跳出來糾正 王玉銘你為什麼沒有在最需要發聲譴責的時候站出來 反而慢半拍 慢半拍之後 現在反而把整個事情簡化成為一個法律 夠不夠嚴格這樣的一個單一的簡化的說詞 所以王玉銘是把整個事件簡化了 他也本末倒置 中間兩個多月的空窗期 市府究竟有沒有更高層級掌握這樣的情況 社會局有沒有往上回報 這個都是社會局必須要回答我們的問題 我非常不願意做這樣的說法 但是我也必須要說這件事情 質問是非不應該問政黨色彩 所以我也要求掌握市長必須在這件事情上面 存在一種的糾索 如果你有發問講這個社會安全的問題 是不是好像有人認為說你社會聯盟總是沒有在第一時間發生 我想發生這一起重大的額虐事件 大家都覺得非常的痛心 而且應該要徹底的檢討 所以事實上我也要求聯盟應該要召開專家的檢討會議 那另外下個禮拜一我擔任招委 我也會安排有關於社會安全網 這整個制度現在的疏漏 我們應該要好好的來檢討 另外就是我也已經提出了法案 有關於這種非常凶殘的導致兒童受虐致死的這些加害者 其實我們現在的刑法只有到無期徒刑 我認為應該要到死刑 而過去我擔任立委的時候其實已經有提案 但很可惜在立法院裡面 這個民進黨立委其實是反對的 因為他們當時是支持這個費死的運動 所以這個法案就在委員會討論的時候根本就沒有通過 那這一次我希望這樣一個法案 大家不分朝野可以來支持 因為每一個受虐致死的這個個案都讓人家痛心無比 所以我希望可以進行這樣子的一個改革 而也要進行全面系統性的檢討 包括現在我們看到社工的人力不足 還有這一次的事件 所有的矛頭都指向單一的社工 這個已經很多社工團體 其實也站出來抗議 包括昨天警方用這樣子強制上銬的方式 可能都是不恰當的 那我覺得是應該針對所有系統性 大家來好好討論 因為畢竟海灣一年 我們還是發生十幾件這種額虐 受虐致死的個案 所以我覺得整個社會安全網 我們徹底的來檢討 好 下個禮拜一我就會安排這樣的一個專案的會議 因為你被質疑說第一時間是發文的 那你怎麼看說 第一時間是不是沒有回應 不好意思 你都沒有 您的臉書有發這個剪裁 那就被質疑說 好像第一時間怎麼是在PO剪裁文 其實那一天是因為出席這個大巨蛋開工的典禮 這個是很早就訂好的行程 那因為那一天下午我人其實就是在外面 所以那個訊息其實接收到的確是比較晚 但是我一旦知道已經發生這麼重大的訊息 我在第一時間其實也要求F聯盟 做錯事情就應該要誠摯的跟社會道中道歉 另外一個就是認真的檢討 在這個整個制度上面到底有什麼缺失 所以要專家學者大家來召開 這樣的一個徹徹底底的檢討會議才是最重要 另外其實我也同時已經要求我的辦公室去收集資料 所以今天我也已經提出來了 關於這一個額虐自死的這一些加害人 真的是窮凶惡疾 其實我們刑法上面應該要處於疾刑 所以現在只是無期徒刑 那應該要增定到死刑 那我們希望因為這次也爆發這麼嚴重的 而虐自死個案 在立法院不分朝野 大家可以支持這樣的一個加重刑法的一個罰則 可以上路 然後還給孩子公平正義 另外就立法委員的職責 我身為招委下個禮拜一 其實也會針對我們整個社會安全網的制度 到底還有什麼樣的缺漏跟缺失 然後包括社工人力是不是應該要再增加 還有我們現在專責醫師制度有沒有落實 還有我們現在全日拖24小時的保姆 是不是應該要加強他的整個訪室的頻率 然後去照顧到孩子的安全 這個有非常多的面向應該要去檢討的 因為我們雖然有社會安全網 但是這幾年每一年都還有十幾個孩子 沒有辦法在大人完整的照顧底下平安的長大 這個是讓人家非常心痛的事情 所以制度性的檢討也同時應該都要來啟動 我想問一下你說去年就已經有提案 是在哪個委員會提案 我上一屆的立法委員 我上一屆 對對對 那是在哪個委員會提案 這一個提案 它會進到司法法治委員會來討論 你說上一屆 對 我過去就已經有提案 那這一次我重新就是再提出來 那因為之前提出來的時候 其實包括民進黨的委員其實都是反對的 因為他們當時都是支持被死 所以包括被死聯盟 他們也都反對這樣的一個條文 所以其實在立法院的討論並沒有通過 那這一次我希望社會各界重新來檢視 針對這一種真的很可惡的加害人 我覺得虐死這樣的一個孩子 我們應該在刑法上面還給孩子 應有的公平正義 你說上一屆 那時候有進到委員會 有有有 但是在委員會就被擋下了 也是司法委員會 對對對 好 謝謝大家 大家辛苦了 社會關心的是生命 社會關切的是孩子 只有國民黨在關心政治 持續的在操弄政治 王玉銘長期以來 他是俄福聯盟的前執行長 也是現任的董事 請問這個事件被隱匿了這段時間 俄福聯盟在處理上的失靈 王玉銘 你為什麼沒有在第一時間跳出來糾正 王玉銘你為什麼沒有在最需要發聲譴責的時候站出來 反而慢半拍 慢半拍之後 現在反而把整個事情簡化成為一個法律夠不夠嚴格 這樣的一個單一的簡化的說辭 回到刑法286條的修正過程 在立法院第九屆有經過非常深入的論戰 那法界的人士包括法務部司法院 乃至於跨黨派的立委 針對虐待兒童以及虛意殺人之間 是不是要簡化適用於同樣的死刑的刑責 有過非常長的論戰 最後大家認為任何的法律也不能夠違反比例原則 但在刑法286條的修正 還是加重了對於虐童的行為的加重刑責 最終可以處無期徒刑乃至於12年的重罰重刑 所以修法已經精進了 但是不能夠用過度無限上綱 把整個事件簡化為只要修法重罰 就能夠解決所有可能發生虐童的行為 所以王玉銘是把整個事件簡化了 他也本末導致 這件事情要凸顯的是社福機構包括地方政府在前端的預防 在前端的制度失靈 這是要被嚴格檢視的部分 而不是一再的把法不夠重 來當作一個藉口 來當作一個推偉色澤的理由 所以非常遺憾 王玉銘身為兒福界的前輩 他身為專業的立法委員 可是對於法律的解釋 他總是用這種非常民粹的角度來切入 所以我們希望回到事件的原則 重要原則 檢討事件 制度失靈的部分來補強 土法不足以置信 不是加重罰則 加重罰則就能夠解決前端的預防的工作不足的這個事實 不過其實當初聯合國人權兩公約的方向簽署的人是前總統馬英雄 對於人權的事項大家都有關切 我覺得王玉銘很惡直的是 他把整個事件刻意的去移掠了 刻意的去忽略了前端該做的制度補強 以及執行不力的這個事實 他把他很輕易的簡化在 修法不夠重 修法沒有如他個人的意 所以這是一個本末導致的說法 那法界的人士 包括國際在倡議人權 也都會注意到 任何的法律都必須符合比例原則 所以虐童致死跟故意殺人 是不是要適用同樣的死刑的刑度 法界存有非常高的論戰 可是這些論戰不要拿來去拒絕檢視 凱開案的地方政府失靈 兒福的機制的漏洞 這個事實才是重點 所以王玉銘我是真的覺得非常的遺憾 他應當站在第一線 也應當在第一時間出面來 提出更具建設性的制度精進的方案 王玉銘也應當能夠及早在他所服務的兒福聯盟裡頭 去發現在很多執行層面的問題 但是王玉銘沒有履行他的董事的職責 他沒有履行他一個專業兒福立委該有的一個高度 那現在在帶風向把它導向為修法不夠嚴格 修法沒有如他個人的版本通過 就把責任都推給執政黨推給其他人 所以國民黨這種做法只是在搞政治 不是誠心誠意要解決這個問題 從社會局給我的時間需報告裡面 我必須說我遺憾我完全沒有辦法接受這樣的結果 因為從這份報告裡面可以看出來 在9月26號社會局訪市之後 發現當時孩子沒有辦法融入這個托育的環境當中 但在耳後的這段時間裡面並沒有進一步的作為 或者企圖去改善甚至是了解為什麼有這樣的情形 而在一次一次的例行訪市 12月的時候皇母以家人確診為由拒絕了訪市 那當時的社會局也沒有再進一步的動作 那這會讓人必須要問的是 這個可能不是個案而已 在這份報告裡面我們看到這樣的憂慮 而在事件曝光的3月份到實際上發生的12月 這中間兩個多月的空窗期 市府究竟有沒有更高層級掌握這樣的情況 社會局有沒有往上回報 這個都是社會局必須要回答我們的問題 這都是我們希望所有權力都說得很清楚的 當然作為執政黨的議員 我非常不願意做這樣的說法 但是我必須要說這件事情質問是非 不應該問政黨色彩 所以我也要求掌握市長必須在這件事情上面做一切一步的糾索 4月10日 4月15日 5月12日 6月16日 10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